同志们昨天夜里出了个震惊全国的大事 马云被领导叫去谈话了 四个国家级别的金融部门联合约谈蚂蚁集团 哪四个部门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外汇局 还有证监会 他们分别是管钱的管银行的管外汇的管故事的 历史上被这四个部门同时约谈的人少之又少 而被约谈的又是谁呢 是马云还有蚂蚁集团的董事长以及总裁 一看这架势好多人瞬间慌了呀 赶紧问我 恩哥 蚂蚁会推迟上市吗 上市之后会因此而破发吗 同志们 约谈并不是因为蚂蚁集团出了问题 而是因为马云 十天以前他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发言实在是过于凶了 二十分钟讲话直接引爆金融圈 十天前他做了什么 他在一场大型峰会上当着众多高管人士的面 毫不客气的指出许多金融问题 并且还说现在的银行已经落后于时代 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方法去管理飞机场 所以为啥会被约谈 就是因为马云的发言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所以才会被叫去开会 其实恩哥最近也反复看过几遍马云的发言 对他的观点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 我更想说的是 如今趁着蚂蚁上市 如果大家都可以把问题摆在明面上 一起来讨论一番 那从长远来看并不是啥坏事 所以蚂蚁的上市 大家其实用不着担心 一旦重复落地 那么后续的市场大有可为 正所谓 深夜约谈来开会 四大部门齐发威 观点难分错一对 解决问题更可贵 好了我是恩哥 赶紧乘车